剛剛在影片上聽到一個 有一父兩母的嬰兒 什麼叫一父兩母的嬰兒呢? 就是如果母親的腺粒體 有一些疾病 使得細胞能源有問題 現在可以有新的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辦法就是 先用媽媽的蛋蛋 和爸爸的蛋蛋 先將它生產了 於是我們就變成了生產了蛋蛋 這個生產了蛋蛋 將它生產了母母的嬰兒 放在另一個女人的嬰兒上面 這個女人的嬰兒 它的腺粒體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於是把父母的DNA 放在另一個女人的嬰兒上面 但放之前當然先把女人的嬰兒裡的嬰兒 拿出來 然後放進去 然後把這個嬰兒 放進媽媽的身體上 讓她可以繼續懷孕 這個新的做法 可以解決到 如果媽媽的嬰兒 嬰兒的嬰兒 在有遺傳上的問題 因此我們就可以 借助另一個女士的嬰兒 而女士本身的嬰兒 沒有問題 所以出來之後 嬰兒就變成了 她有大部分的特徵 即是嬰兒生產的特徵 根據本來媽媽的DNA 和爸爸的DNA 但這個嬰兒身上 用的細胞 所用的 善粒體 出能量的 機構 那部分 就是來自另一個媽媽的 所以這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做法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拜拜